中电于1901年在香港注册成立 中电120多年的发展历史不只属于中电 它更是见证着香港的经济腾飞 在世界舞台上日渐崛起的成功故事 今天我们将要对话的是中电历史上 第一位华人CEO蒋东强 那天刚刚知道自己要上任这个角色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景 其实中电是一个百年度 怎么可以这么说 在电力行业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 我觉得中电绝对是一个大湾区的先锋 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开始 1979年 其实我们已经跟广东省联网 然后去到1985年左右 那我们其实就开始筹打弯电站 另外一个就是跟南方电网合作 也是其实很紧密的 我们会背靠祖国 连通世界 把两边的好处都可以在香港融合在一起 您未来的两个工作重点 一个就是减碳 一个就是未来科技 无论如何都好 其实一定要锁人在一起才行的 每一个人如果可以做到智能 其实对于整体 整个减碳的过程是很有帮助的 就是现在我们的主席米高家 道理着时 他的爸爸 他的观念很简单而已 他就认为人人应享有所盼望的电力 是什么样的一种动力 或者是中电什么样的一种文化 能够让您一直留在这里 电力行业是一个很长远规划的行业 我们要有一个很长远的目标 我也想有几乎多谢我的同事 在一个这么短的时间 不仅要应付超强台风 还要应付这个世纪暴雨 真的好像大家一家人 大家的共同目标 怎么可以尽快将电力规划 我觉得对我来说 这个是最满足 欢迎你今天来到 这个楼应该是很有历史的一个楼了 这个是一级历史物物 我们将它活发 变成一个博物馆 这个是一个模型 哇 八四年大唐 你们是在这里办公 其实40年代已经起了 当时的同事其实是住在这里 在这里办公 当然因为不够用 于是一路续续就将都变成写字来 阿街路街147号 还有很多街坊可以这么说 其实很多时候 走过都会看一下我们的钟 这里有一个 这个是1979年 这个是第一次 刚才说我们79年供电去广东省 我们供电当然也有电费单给他们 广东省电力公司 这里就是我们介绍整个电力的演变 你看这个 同广东的 1979年就是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 华南地区共同开发 对了 跟着八个面代拖 开始就计划 去开发 对了 对了 在改革开放 17的时候呢 中电和内地 特别是和广东省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互动 当初为什么会这么看好内地的市场吗 这些合作为香港又带来了哪些效应 1979年呢 其实我们已经和广东省联网 嗯 目的呢 其实就是希望可以供电去广东省 帮助广东省的经济社会发展 蛇口其实是一个 相对一个工业化的一个区域 当时就是由招商局去开发这个地方 新界去到蛇口其实距离都很短 很近 很近 是的 所以我印象的大概185年左右 我们其实就开始去谈 应该是186年就投产 变成了由香港供电一直维持三十多年 1985年左右 我们就开始筹划大亚湾核电站 很荣幸可以有这样的机会 可以投资到在内地第一个商业营运的核电厂 90年代初期大亚湾核电厂投产之后 其实我们在那个联网 在一个比较高压的系统里面联网 其实是非常紧密 当时我们是成立了一个叫做联网的 联合管理的委员会 每年定期会开会 下一年的规划是怎样 怎样确保到电网的营运是安全可靠 但刚才电厂 其实我们现在大概是有80%的电量 是送到来香港的 占了中电大概是三分之一的比例 就是确保到香港的供电 是充足安全和可靠 另外由于核电是零碳 这么多年来加上 截省到750万吨的氧化碳 怎样去令到香港 中国甚至是全球 是达到碳中和的目标 我们会全力去帮助政府减碳 怎样去令到我们减碳过程之中 令到行业更加有效率 提供更加適时的服务 给到我们的客户 一定要通过一些创新的科技 所以基本上这两个 会是我很大的一个目标 其实在亚太区 我们是第一间私营的电力公司 是提出这个概念 如果我们可以将电力变成零碳 用零碳的电力 去将运输变成电动化 其实已经将香港的碳排放减少八成 而一年我们就定立的目标 就是2050年 我们要达到碳中和 您认为如果在香港 去推动这两项工作的话 最具有挑战性的点在哪里 其实减碳可以这么说 就一定是要所有人一起去做才行 虽然在香港 其实大部分的碳排放 都是由发电产生的 现在来计算大概有60% 另外20%是交通 那我们怎样可以提供服务 去帮它做到电动化呢 那这些都是希望可以将 推动整个交通运输的行业 给它电动化 我们出分力 每一个人如果可以做到哲能 其实对于整体 整个减碳的过程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在帮助客户 去哲能方面其实都花了不少工夫 比如说我们定期会举办一些 哲能的比赛 希望将很多企业 他们哲能成功的经验 分量出去 那里面其实有很多是用一些创新科技 我们由幼稚园 小学中学大学 将这些资讯 可以说到给学生听的 那我们希望在全方位呢 都希望可以透过教育去传达到 就是相关的信息 我们有一个这个 快问快答的环节啊 省电的一些小妙招 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电视机 遥控熄了 其实它不是完全熄了的 把电源呢 把它关掉呢 那你就真的完全熄了 那不要看少这些 这样待机状态的用电 其实也不少 那怎样可以有效地 很哲能地去用到冷气呢 我开一个冷气 加一个风扇 可能你的舒适感也不是差很远 但你可能用电呢 可以省得不少 所以现在我们其实呢 不只是说 从一个所谓电力供应的角度 我们其实有一个 我们叫用电需求管理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是要和客户去互动 为什麽呢 我满足电力的需求 当然可以从供应去入手 但如果我从需求入手的点呢 就是叫客户用少点 特别是什麽呢 每一年里面 可能有几天 是用电特别多的 那我们如果要满足这几天 用电特别多呢 我可能要投资一些 发电机组去做 但我另外一个 更加便宜的方法是什麽呢 就是 我是那几天 叫客户用少点 我就可以不需要 投资那些机组 未来在粤稿大湾区建设合作中 中电更会看重哪些领域和机会呢 90年代开始我们大湾电厂 就是送电来香港 当时我们将联网加强了之后 令到我们有一个 大家互相的 叫做紧急支援的一个关系 就是无论对方有什麽事都好 我们有一个紧急支援 那这个已经对我们的那个 營运是很重要 2014年呢 青山发电硬硬硬公司 就是拥有我们电厂的资产 然后呢 中电就是电网零售那方面的资产 那南方电网 在我们青山发电硬硬硬公司 佔了我们30%的股权值 这也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佐折 没错 我们现在在内地的 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 是说到七百多万千页 那规模都不小 总投资页我印象中 都超过四百多亿 除了应付内地 对于清洁能源的需求之外 亦都可以支持到 就是国家的3060 这个商碳的目标 在节能 在减碳 这些创新科技方面 海外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呢 还是内地的 其实有一些城市经验 已经超越了香港 那如果我们有一个平台呢 它可以将它的经验 在香港的平台呢 分享到给其他香港的企业 那就可以将这个科技呢 亦都可以应用开来 那我想我们的工作呢 就在 如何联系这些不同的客户 不同的企业呢 会做得更加好一点 我们经常都说 电力是一个 所谓三重挑战 就是如何确保 电力供应很可教 那个环保 越可以照顾得到 但是更重要呢 就是电费是合理的 相信中电呢 也是参与了很多 一带一路的这个倡议的项目 可以说一下过去十年最有标志性的一些 能够去参与到这个 一带一路的建设当中的 和中电相关的项目吗 还有未来有什么大计的 那如果你说问我 印象最深刻呢 我会说是西气东书的项目 那十年前呢 其实我们就是引入西气东书二线 天然气的供应的源头呢 就是在中亚洲的土库曼 那么就经过新疆 去到深圳 然后呢 我们由深圳 延长 二十公里 去到我们的龙骨灯发电厂 那么2013年开始呢 就是西气东书二线 就供应天然气给香港 令到确保 就是香港的天然气供应是足够 也都是帮助到香港的 改善环保方面 是一个很大的局面 嗯 习主席都说了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绿色发展 那怎么可以将一些 譬如说 可载生能源的投资 科技 可以带到一带路的国家呢 其实是令到他们 都更加一个可持续的发展 现在我们其实已经是中国内地 最大的外来的电力投资者 那我们其实在90年代开始 就扩展我们的版图 就去到香港和中国以外的地方 包括一开始在东南亚 泰国 后来我们又在澳洲 印度 其实呢 都是希望可以将我们的电能专业 是带到我们说 一带一路的国家 如果我们可以带到 基建电力的投资 其他相关的产业 其实会跟着去的 对香港也是一个很好的 经济推动作用 可能香港很多时候 一些专业服务 其实都可以跟着一起去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一开始 2001年到40年代 都是一个我们叫做 由武到有 刚才那个阶段 跟着去到40年代 去到60年代 就是扩展到新界 新界的人口很少 如果你说供电去到 山长水远 可以这么说 铺这么多电流去到 可能只有一两户而已 是否我们就不做呢 不是 第一 要有长远的眼光 第二 所以就是每个人 都是有权利 享受电力 您一直可以在中电 多了三十多年吧 三十多年 是什么样的一种动力 或者是中电 什么样的一种文化 能够让您一直留在这里 整个团队是大家为了同一个目标去做 而是做出一个很好的成绩 对我来说是很享受的 例子 山竹 超强台风 当时对香港的影响很大 当时在一些郊区 特别是偏远的地方 其实是有停电的事故 其实停电的时间也不短 我们去不到现场的地方 没有资讯 而当时的同事真的不眠不休 我当时也落到现场去支持同事 好像个家人 真的好像大家一家人 如何以客户为先 去做到我们的服务呢 所以我都很感谢我的同事 在一个这么短的时间 不单要应付超强台风 还要应付这个世纪暴雨 中电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能够让大家的这种 邻居力这么强 您也是从年轻这样 一点一点走过来的 您的这个经历 能不能给我们香港的年轻人 也有一点这种启示 中电我觉得对我来说很重要 它的基因就是以人为悖 中电同事在公司工作 是很多我们自己发展的机会 我们将同事可以在不同的崗位调动 让他们有不同的经验 当然也有不同的挑战 年轻人勇于去接受挑战 勇于去面对困难 怎样将自己最好的面表现出来 我觉得是人生无悔 我小时候家里差不多是这样的 我小时候家里差不多是这样的 我小时候家里都是这样的 很多香港人都是这样的 大家都是我们叫狮子山精神 真的是 一起奋斗 我小时候家里面 就是这样的 8分钟 开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